哈喽 大家好 10月13号了 来来来 恭喜我今天 YouTube达到1000个粉丝 叮叮叮叮 10001000 没有后期支持我了 反正就是自己嗨一下 好啦 昨天市场调整了 然后很多币都到达了一些形态的完成价 然后等了几个小时全部开始反转了 所以昨天我的群体是挺热闹的 好多人开始就接底了 OK 讲几个 这些币都是我在这一个礼拜都有提过的 可能不是每一天提 因为太多币了 所以这一个礼拜应该陆陆续续都有讲过的币 都开始反转了 这个刚好卡丽老师也讲到了 Algo Algo 完成一个很完美的886 剩价特利 OK 就在这个1块6左右反转了 1块6这个价格我讲了很多次了 你们回看我上次 这一个星期的视频 我不懂哪一期有讲到Algo 如果你们有注意的话 你们帮我评论区讲一讲 到底是哪一期有讲到Algo OK 1块6完美反转 有做多的 恭喜你 目标382 618 留一点伟仓 可能这个又是大行情要开始来了 OK 这个上涨横盘了很久了 横盘了从9月到10 其实也是在一个月了 没有很久 OK 然后仅台湾是开始反转了 这个跑的时候 每次那个C98也是一起跑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C98一样的 C98我每次说3块3块3块 OK 这个价格是不是3块钱 OK 碰到3块马上反转 OK 所以C98可能也是要见底了 然后可能要来第二波了 这个是第一波涨 然后第二波可能开始要涨 OK 所以不懂你们昨天玩了什么 我真的好多昨天好多机会 我们确定真的好人哦 昨天我自己玩了XRP和 KSM 我跟大家分享也是 KSM 我下午说等待 然后晚上我看到这一根插下去马上回来 所以我在差不多310多这里买了 现在开始跑了 终于 终于 选了这个 然后这个我准备拿着的 现在在支撑价买了 你看 不急 涨得都第一波不急 第二波也不急 给你们等等等等等 给你们等的这一个礼拜 我的那个播放量掉到不行 真的 然后一到底了 你们有机会进场了 我觉得今天我的这个视频 应该会比较多人关注 OK 每次都是等好的机会 你在这些价格买入 你都没有 就很急 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他下来支撑你再买入 那是不是晚上睡得很好 早上起来你看我心情多好 这个礼拜真的耐心又赢了 每次真的是耐心 有耐心的人才会得到市场的回馈 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的点赞点赞 订阅订阅 今天我1000个那个subscriber了 我明天要退休了 YFI一样的 YFI完成了一个886的加特里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 他在那边站稳 站稳 然后下破马上回来这一波 这个就是经典的一个假突破 现在开始这个YFI也是要跑了 昨天以太链的应该都是被输血了 从那个比特币链的 比特币链有什么我也不知道 把这比特就输血给全部以太坊链上的 所以你看到以太坊会跑的会比较快 下几天应该是的 我猜的 OK YFI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反转了 然后看看老二以太坊 OK 这一波蝙蝠 然后这一波形成了一个新高 现在来到一个趋势线的阻力 还没有了 其实就刚开始反弹而已 我觉得以太链下一个会跑 OK 昨天我说过的 比特币已经突破9月的高的 以太坊还没有追上 所以这波可能已经是一个底了 然后开始反转中 猜的猜的 昨天我早上空了foul 然后68左右出了 我在72左右空的 然后68左右出了 小转小转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群里人有说 下几天发会减产 减产 我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拉上去 但比特币上一次减产 他也是沉淀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拉 所以这个减产也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不一定是马上会利好马上拉上去 所以这个你们要关注一下 要注意一下 OK 昨天我的主题ada 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关注ada 然后讲ada 昨天我的那个视频是那个表现还不错的 真的 这一波走了一个618 好吧 下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 他需要多点时间 我觉得ada 他涨一点点还可能会跌多一波 真正考虑抄底ada可能1.95左右吧 离这里也不远 真的1.95这里有心态 来到这里的话 我会进去买ada 因为这个币 基本面上很好的 技术面上也是 我昨天讲过的嘛 就是一直在突破新高 只是说 然后 庄稼累计筹码的时候 他很难大推 回到1.95再测试这个底的话 可能这里附近建仓是不错的 拿仓器吧 我的新货应该会拿蛮多ada的 这个值得考虑 Solana Solana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昨天我的学员跟我说 老师 就是你教的ABCD完成了 你的那个蝙蝠还没有完成 我们刚好还没有学到蝙蝠 我说 我会耐心一点 我等待这个蝙蝠 所以他们有些不就 不要急的 他们就去玩这个ABCD 也是成功 AB等于CD 美美的 完成在这个786左右 漂亮的 OK 反转一波 他们在140左右这里买入了 反弹一波10块钱 来到了去这间主力记的部分指引 昨天除了KSM 我也买了这个XRP XRP 昨天的视频有说的 鲨鱼完成可以考虑接多 所以我在差不多这个level左右 1.08左右这里买入了 现在开始慢慢的上涨中 我觉得这一波XRP 应该会去到1.3 至少去到1.3 然后想拿久一点 可能部分指引在1.3 然后再留一点伟仓去读吧 这一波news我觉得还在 然后来到重点了 比特币昨天的那个插针我太喜欢了 OK 这个好像在维克夫累积筹码 分散筹码 分散下来 这一根插针超级大的量 OK 超级大的量 试着测试 试着突破这个支撑线 无法突破 所以我觉得今天 两个看法 一就是从这里直接飞上去了 因为这个量很大 第二个可能性是他给你多一个机会 回到具体上给你上车 OK 这一波他 要嘛昨天他就直接收盘低于这个level了 然后就分散筹码完成 然后回测下跌 这次是他告诉你 牛很强 测试了支撑 那个量很大 无法突破 我觉得牛赢了 所以现在应该是直接反弹 不然就是 再给你多一次机会回到去世线支撑 可能就要反弹了 这个月下个月 我觉得bc也会挺不错 OK Polkadot Polkadot走了一个382 看到吗 目标一达到 然后开始反弹了 OK 本来想接在这个去世线支撑的 他都没有下来 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 但如果有回来的话 我会开始接 你看到我玩的方式都很谨慎的 就是等支撑去接多 我是很那个单小鬼啦 你们要学我是可以的 OMG 这次这个累积筹码上拉了 挺不错的 可以但小心一点 这一波走了ABCD 我觉得 应该不会拉的太猛 ABCD这里 可能还会跌回来 我觉得 这个OMG真的好接 多次这个去世线上 所以不要急 可能有再次回来 越接近线上越好 或者完成一些形态才好 OK 昨天有提到的IFI讲了 OK AVX也是 AVX在加特里 在这个去世线上 昨天 讲的时候在这里 他下破下破下破 马上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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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突破高于这个反转区了 OK 如果你根据这个加特里的这个 规则去设止损的话 你的止损会在48左右 完全没有被测试到的 所以这些只是一个过渡期 给你折腾一天 现在开始反转了 我觉得AVX价格要跑的 AVX是什么什么链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可能是以太链的吧 然后可能就跟着以太链 其他一起去跑 昨天 最让我注意到的就是B&B 因为群里就说B&B风拉了 风拉了 我想B&B风拉 那B&B是什么链的 应该是以太链 其中一个吧 风拉这边暴涨我就开始去找一些 还没有涨的去借多了 所以就借了两个 所以B&B一直在等待这个50完成 没有完成就废了 所以错过了 错过了就错过了 OK 这个B怎么样就是基本面上很好的 然后暴增了 暴拉了 错过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 应该不应该追吧 但如果有丢回一些支撑 可能之前的那个阻力变支撑 OK 可能他再来给你一次机会 所以可能你可以考虑 OK ATEM昨天也是 ATEM还没有到其实 ATEM是不是完成了一个ABCD 很久没有看ATEM了 ATEM完美的完成了一个ABCD 在这里30块 然后开始反弹了 然后可能这一波也会累计筹码 走了横排 这时间可能又要推了 好了 一特全部差不多都说了 今天我讲的好快 这个Litecoin讲一讲 Litecoin等这个价格接多 差不多在160还没有到达 所以他可能横排一段时间 可能给你多一次机会再开始反转 有这个可能性 OK 以太链的可能会比较好抄底吧 这些链的可能需要点时间 有人要我讲那个什么 这个之前到了这里 暴增量反弹一波 现在又回来了 OK 这个com我不知道什么 它是Defi的 Defi的链应该也是以太坊的 昨天完成了形态 XABCD88的这里 这个YFI好像是同个父母的 很像像 WiFi完成这个也完成 开始反弹中 反弹中了 还没有尽多的 你可以等它下来一下 可能比较接近 那个300左右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币我觉得也是开始要反弹的 累积筹码一波 两波三波四波五波了 然后这个可能是新低的 开始要开始转去死了 OK 所以COTTI是ADA的一个 好像是ADA的链上的一个币 然后之前也是猛涨 从2毛5到6毛多 睡个好觉 我的学员赚这个赚风了 他是有钱人 最近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玩这个 但这个币 现在走横盘调整中 昨天 假突破回来 还是在这个区域中的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OK 我觉得真正 可能适合抄底这个币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可能他上去无法突破 又再下来 越接近趋势线上 我越喜欢就这个level等待 希望有回来吧 没有回来就错过了 没办法 可以 还需要讲什么 优你好像也是一太链的 优你完成了这个50看到吗 我说了好久好久了 这个22块半终于碰到了 50完成 开始反转中 值得考虑 昨天 训练好多学员都说好神奇啊 好多形态一完成市场 整个就有反应了 我就说很多时候等待的时候 你会觉得核心无效 或者可能老师的技术没有这么好 老师可能是lucky了一段时间 但我只能说你昨天见证了全部的 形态的有效性 好了 这样这样狗币 死币狗屎讲完了 我就说拜拜了 OK 狗币差那么一点点 其实就是886这个价格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的问题 他应该会去到2156左右的 然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反弹了 所以这个是鲨鱼完成了 可能狗币下一个会拉的 去世线被打破 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一个形态在下面支撑着 形态停着你 OK 开始反弹了 然后狗币我觉得不要空了 如果有空的朋友 可能这个level附近是超级的不错的机会了 OK 祝你们好运 狗币 然后死币 所以还在继续的上涨中 不要慌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去世线上徘徊着 如果要多的话 你买入的话 考虑止损设在前提以下 24 可能独一八八 卡尼说这个可以去到45左右 也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可能以这个 这边可能有一个潜在形态 我来记 我来看一下 OK 如果这个是xab618 这个是c的话 上去1618的话 刚好可能44 所以卡尼说的4445可能就在这个level OK 说完了 再次感谢大家 支持我的那个YouTube 有1000个订阅者了 然后可能在多一个月 我可以开始赚一点广告收入的 虽然我不是很缺这个钱 但我觉得是有点小成就吧 每个人都庆祝 可能50万100万的那种订阅 我庆祝1000 我花了三个月达到了1000 然后希望就多一点 在中国以外的朋友也会开始关注我 只要是讲中文的 应该都会关注我吧 现在马来西亚的观众很多 然后越南也有 新加坡也有 然后中国也赚很多 很多中国人现在因为 Tradingview要翻墙了 全部都跑过去YouTube也是 所以你们这边帮我点赞 那边也帮我留言好不好 让那个YouTube会比较喜欢我 把我的视频推送给更多的人 Tradingview上我有7300个粉丝了 然后这里只要一半的人过去那边 我就马上可以增加到5000个粉丝了 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一下 然后我就说到这了 今天心情很开心 等下去吃一点好的 然后今天我希望我全部的这些多单也会开始赚钱 你们的多单也开始赚钱 好了说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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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